警察们把600吨的小猪挂在船头 还让风炸机全程跟着 鱼钩竟然跟人差不多大 他们究竟要钓什么怪物 正不断地在水面上溜达时 小花发现了一场立马汇报 大家感到水面下有一场 突然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在昨天 胖子和红帽子来湖边玩耍 胖子伸手刚想要贵妃细水 突然就被怪物袭击了 一声尖叫后 胖子就消失了 红帽子懵了 胖子又突然浮出水面 红帽子立马伸出手抓住胖子 拉上来 没想到只拉上来胖子的99分之一 剩下的都被怪物当成晚餐了 警察接到报案立马展开行动 他们来到湖面却发现不对劲 水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大壮拿出一叉想要勾过来 小花却直接开始脱衣服 然后跳进了水里 过来很久都没有反应 突然小花浮出水面 把胖子的头丢上了船 大家都被吓了一跳 纷纷意识到水里真的有怪物 他们赶紧来到岸边 想要询问附近的住户 这个老人有点眼熟 原来他就是上一步 每天都用喜羊羊喂养鳄鱼的小女孩 建议这个老人有前科 于是他们打算为民除害 警察们坐船来抓怪物 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 红帽子直接被摔下去 他们赶紧伸手 红帽子也立马游了过来 可是刚上船 千里巨鳄已经起来靠近 幸好怪物被想含起某狱中 他们又向岸边捡回了一条小命 他们打算捕捉这条巨鳄 对付鳄鱼就要用鳄龟当鱼儿 他们躲在树后紧紧观察 可是三年过去了 也没有看到巨鳄的人影 正打算要下班时 陷阱成功捕捉到了东西 不过确实一只喜羊羊 大壮接过金箍棒想要痘痘猎物 他们赶紧掏出乒乓球拍 对准草丛猛烈的开火 可就在此时 巨鳄懂得打盘先打后盘 已经悄悄让后了 但无奈中了太多的麻醉针 看着巨鳄彻底不动了 他们这才敢走上前 男人立马拿过麻绳 他打算绑上七七八十四圈 突然鳄鱼找黑樱桃小嘴 一把就咬走了男人的九十减分之一 大家赶紧朝着巨鳄拍枪 可是威力太小 巨鳄就这么在他们面前逃走了 他们拿上重物器和弹药 决心要为同伴报仇 巨鳄死死咬住了女人 男人拼命地抓住女友的手 想要把她给拉回来 可是无奈力气太小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女友被巨鳄拖走 到了晚上巨鳄再次来袭 偷偷地爬到了男人帐篷里 男人一看太可怕了 开始拼命地叫喊 黑哥听到后赶紧跑来 立马割开了帐篷救出男人 看着面前凶残的巨鳄 黑哥想把巨鳄给叨了 可下一天太滑没抓稳 被直接给甩了下来 就这么成了巨鳄的夜香 同伴朝着巨鳄开枪 巨鳄又相失在了水中 众人回到岸边农户家 得知了巨鳄老巢在山上 而且还不止一只 他们打算去彻底解决了这些祸害 第二天男孩在山上骂好友抢走自己女友 却不知巨鳄已经来到身后 好友立马提醒 可男孩却不以为然 继续对着两人一顿嘲讽 当他说完回头一看 太可怕了 自己刚刚太有勇气了 他们赶紧把腿就跑 不过毕竟是在山上 还是被巨鳄被抓上了 即将被两只巨鳄吃掉时 大壮及时出现了 掏出了狙击枪就解决了一只 看着这么简单 大壮紧接着又开一枪 可是不打听得可心 这只巨鳄是经过变异的 反而彻底激发了巨鳄的怒气 朝着大壮直接扑了过来 堆积干头 男孩退开了大壮 他们看到地上的炸药 呼吱一枪 巨鳄的火光冲天而起 巨鳄就这么凉凉了 这不史前巨鳄2 可谓懒懒而食的阴影 新手解说实属不易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在这里给大家磕头了